好 我们大家请合掌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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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是义 天台是叫仪器 教灌刚中 和说 各位必求 各位必求尼 各位沙弥 各位沙弥 各位居士 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 我们上一堂课 那么跟大家谈到 六度波罗蜜当中的戒度波罗蜜 那么 布施 接着就是持戒 那么 再来是忍辱 那么呢 精进 禅定 那么在般若 那么这六度 那么 合起来 是我们行这个菩萨万恨 的基础 那么特别是讲到这个戒律 那么戒 只有佛说 那关于这个佛说 那么事情就牵涉到了 这个很大 然后说我们呢 就将这个戒律的这个三名啊 三种名的意思啊 把它讲清楚 那么 这个 其实还有四亿啊 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在家人都可以听的 三名四亿要解释清楚 到戒场当中呢 一般呢 对于这个 得戒教育啊 本来得戒教育没有那么多了 得戒教育就告诉你怎么得戒 得戒 什么叫做得戒 那你要怎么得戒 条件是什么 就要讲清楚 那么这个呢 记得我们以前受戒 是没有这种教育 那么后来呢 是 在 1997 1999是 那个 毕业嘛 1997年 不 1996年 96年呢 这个 台中的南卜陀寺 这个穿了一次 半年的戒 那么在教内啊 也算是 很轰动 那么 我就 为了这事情 去访问了老和尚 广化 上广下化老和尚 我认识带了几个 以前在 这个清凉寺 佛学院的学生 去 去访问他 老人家 那么呢 这个 跟他 谈到了这个戒律 为什么他传这个 六个月 那么呢 他就 讲了讲着呢 他就告诉我 几个核心了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戒律不脏啊 这个教法 那么 佛法呢 就 会不好啊 不耐弘扬 我想这是 老掉牙的事情 但是 人人知之 人人难以实践 那么老人家呢 去做这样子的实践 是很难得 其实他讲到说 女众呢 台湾女众 戒律不脏啊 要 要弘扬 这个 八经法 弘扬 爱道经 那么接着呢 他就 就提了说 要我去那讲课 那你当 教务长 甚至于 接着就是戒场当中 担任戒师 要我讲的 撒咪戒 但我就跟他讲 我说老人家 你既然 要 要让大家得戒 真正能得戒 能够 做 修行的基础 无论 主要是传男众 但是还是有少分的女众 他们少分的女众 也来求 那少分 不是台面上 刚刚有姻缘 那 我就说 这纯难重的 很难得 那我们就要 让他得戒 他说是啊 那你有什么意见呢 他看我 言外之音 弦外之音 言外之意 欲言又止 他就问我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见 那么这个意见 当然后来是改变了 台湾也一定程度的 改变了大陆 后来某一些有意志 愿意好好传戒的到场 的做法 事实上是改变 包括女众 那也多多少少 也是有改变 是什么呢 讲到改变 要说的是 当年 1987年 1987 明日七二六 1987年 我去授戒 跟我们借兄 在那个 元山灵迹禅寺 授戒 那么呢 那个授戒的 给我的印象 当然还是很深刻的 现在恍如昨日 我们还是很用心的 是这样 不过呢 那个授戒 又要是往前推 推到我以前 还没出家的时候 我读这个 在家背来 那时候在家背来 没有印那么庄严 印了一般 也没有重印 也没有人讲解 那时候 还有 二买法师的 那个 这个 戒律 那么这样看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家 但那个是可以看 那我也已经知道说 那个 我在家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说 那个 南山 南山 律学 南山三大部 其实呢 袁兆律师 我们的袁兆 林芝寺的袁兆律师 宋朝 北宋 那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我们也称 他叫林芝律师 其实他有说 他在更早之前 他就有说 他说 他说 沙咪 在家人 只要你是真正的 准备要出家 或者是 上沙咪 就要受戒 这样 研究大律 基本上 是OK 他就引了一些 过去的例子 这样 那我自己 我自己本来就 很恭敬 很恭敬这个戒律 那么特别是出家 不 特别是学佛到 第二年 也就是我大二学 大三 我到大三的时候 我就准备 我就觉得应该要出家 后来没有什么 没那么决定 到了大四的时候 就得要决定 到底是去考 托福 GRE 然后出国去 还是去考预官 然后做义务役 台湾是义务役 义务役就是所有男生都要去当兵 这样 义务役 然后 然后去出家 到了大四 真的就决定 决定 所以我到大三 大四之间 其实我自己看了一些戒律 那也看了广化律师的戒律学浅谈 戒学浅谈 他当时有个略本 有个比较略本 后来有广本 他特别提到了这个 在台北 莲花学佛园 那里的讲 讲戒 对比丘尼讲戒 讲的八经法 讲的爱道经的道理 那么这些都累积成为 后来我去授戒的时候 我去授戒 我就已经看得到说 那个授戒是有不圆满 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 就是能够不跟 能够不与现实冲撞 那就尽量不要 是这样 你比如说联考 联考基本上 当年有一位 现在还在 有时候还会活跃 就是拒绝联考的小子 拒绝联考这样子的人 那我那时候 我也想过拒绝联考 后来我发现 这个拒绝联考 大概我也没什么能力 也没什么地位 讲这个话 我看我在体制内 把那个联考考完 那我自己用我的方法 来联考 是这个想法 那么东方 包括中国大陆 都是联考的 不约而同 韩国 日本 传统的儒家文化 它是用所谓的过去 它跟联考天生很相应 为什么 因为联考有表面上的公平 表面上的公平 不一可以做成像 十年寒窗 无人问 一举成名 天下之 这就是所谓的寒窗 寒窗就是不一 就是那种 社会下阶层 它要翻转 就透过联考 翻转 当年就是所谓的 科举考试 大伙去考 是 是没错 这样子的制度 其实保持的 华人社会 是个一定程度的 一个阶级之间的流通 什么意思 就穷者可以富 弱者可以强 低阶位的人 有机会翻上来 这真的是 所以说 汉人文化 华人文化里头的 儒家呀 他在很多的意义上 实际上他支撑的 一个中国文化 一个 基本上 不偏激的状态 你要知道 我是说过 儒家有过度的这种 血缘崇拜 那种威权思想 是 我们是站在佛教 这么高的位阶上 来去说 他说 他还有改进的空间 但是就世界的一个 能够保持一个古文化 一个古文化 一个社会阶级的 一个稳定 然后呢 基本上 堪称合理的状态 比较起来 他其实是比 世尊所反对的 什么呢 四种性的硬度 来比的话 他是比这个还强的 中国也有所谓阶层 阶级之间的 社会阶级的这种差异 但是呢 没有那么明显到 互相对抗 你看我们那个 我们的那个 古来的小说里头 常常有什么的 这个 这什么 灰天 灰天鹅变成白雪公主 是这样 有所谓的 公子哥 然后喜欢丫鬟 丫鬟的这个 在我们的汉人 华人文化里头说 门不当户不对 门不当户不对 那就很难 但很难 不意味着天生不可能 门不当户不对 也不是基于一种 天性的种性 那种性是没有翻身的余地的 种性就是 你生下来 你就是那种 婆罗门 撒地利乃至于 这个 守陀罗 这种 守陀罗的这么低阶的种 你永远再怎么努力 你都不可能翻身 这个在汉人的文化里 其实特别是儒家 他支撑着一个 翻转的机会 考试 就是联考 这是联考 在华人 乃至于日 韩 文化里头的 就变成天生 可以接受的 是 到今天 那么2018年 今年 发生了一件 台湾傻傻的 中国大陆也没注意 香港 也不在意 韩国也没再说 的一件大事情 日本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没人知道 你知道日本的 日本曾经是 这么样 在地球表面上 能够那么强盛 或者说受到 乃至于美国 的尊重 甚至于其实大陆的 很多人很喜欢 到日本去留学 嘴里不说 嘴里骂死日本 小日本 我妈在日本 嘴里是骂 他还是很喜欢 去日本 就是那个味道 华人很能接受 那个祥和进步 那个样子 你知道他曾经 也是很惨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曾经有一个 明治维新 你知道吗 最近日本发生了 一件事情 一直没有人注意 他们也在做 静默革命 那一直没有人注意 媒体没人讲 的事情 2018年 已经快过 现在已经过了四月 过了三分之一了 你知道吗 你居然还不知道 还在睡觉 你知道发生一个什么事 这个事情 不能说堪比 明治维新 但是有明治维新的味道 整个华人社会 静悄悄的 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知道什么吗 我刚刚讲联考吧 对不对 2018年 日本正式 废联考制度 吓死人 这是一件大事情 费联考制度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日本人产生 人才的方式 一个天翻地覆 的转变法 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日本人的 社会阶层流动 的基本结构 在翻转 平台没有了 过去的平台没有了 百年来的平台不见了 我问你 大家喜不喜欢读 帝国大学 京都 东京大 地大 喜不喜欢 当然喜欢啊 当然喜欢啊 但谁应该去读 就有钱人去读 有钱有事的人去读 还是有能力的人去读 是谁应该去读 就连考呗 大家钱 你没有说谁有钱去考啊 去读啊 就来比试嘛 来比嘛 来比试啊 然后几分的 前面的去读内奸 几分的去读内奸 这个社会平衡啊 对不对 那读了 地大 日本地大 日本东大 这个出来 将来 社会上 就是精英啊 精英就干嘛 就 找去 工作啊 然后他就可以怎么样 整个在社会上面 奠定了他的一个 某一种基础啊 那这种 这种基础 你只要奠定了 那他的 整个社会结构就稳定了 整个社会是这样 但他居然废了 据说他们只用四年 还几年的时间 在研讨 那居然废 这事情是堪比明智为新 他们说 他们要开始彻底的翻转 日本这四五十年来的锁国 二次大战之后的锁国 他要苏醒 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泡沫经济之后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 只是用金钱投资金钱 资本主义啊 用钱投资钱 投资 那投资我就等着赚钱 那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 那再来就是国内 日本国内也跟 台湾就跟着他们 基本上很像 就是说 所谓的扫子化 所谓的这个 啃老族 所谓的环保意识 所谓的这个环境保育等等 这些呢 那产业就外移等等 这样 那么这些情况呢 它也造成 它一定的一个经济停滞 停滞不是活不下去 经济停滞是指着说 在资本主义概念底下的 所谓成长率 接近零 很低 但并不是没有成长 还是成长 缓步成长 这样子 那周边国家在快速成长 它本身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可能有一定程度的 不够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科技跟它的一个社会结构 是一直在一个稳定 跟深刻化的状态 是还有的 基本上是有 那么它也遵守一个 国际性的一个游戏规则 这基本是有的 所以它一直以来 还是一个 国际上还是一个先进国家 开发之后 已开发的先进国 是这样 所以它这样 它并不满足啊 它觉得这样不行 它一直熬一直熬 到现在 就是今年 好特别 2018 它废了 联考制度 是这样 好了 那我讲这个 我们并不讲远 那台湾当年 我就觉得说 联考制度会不会太死板了 后来就像我所理解的 它是一个儒家文化的一种 一种延伸表示 但这个再真的很难说 它有完全的不好 是这样 所以现在基本上还保持这个影子 但台湾的所谓人才改造的一个方法 所谓的教改 一直到现在 呼声还是不断 教育改革还一直不断 那么你要知道 民主国家里头 民主国家里头 政党政治是民主国家的代表 也就是人民为主 人民为主就是以人头代替拳头 也就是以 也就是说 政府不能够拥有什么呢 不能够拥有那个绝 政党不能拥有绝对的军事权 是不可以 它跟军事是切割的 那么因此政党有几个东西是不能碰 对国家来讲是不能碰 因为 不能因为 这个政党起来 就对那件事情做改变 那那个政党起来 就对那个事情做改变 那国家会不稳定的 那么这个呢 台湾的人民还没懂 还没熟悉这件事情 是有几件事情 第一 军事不能碰 也就是 也就是军队不是替党服务的 军队是替国家服务的 不能够这个党起来 他就为他服务 那个党起来就为他服务 不可以 台湾在这件事情上 基本军人醒过来 太严重了 太严重 一年六百 六千多亿的预算 虽然不多 跟国际比是不多 但已经是第二多的 最多的是 听说是教育还是什么的 教育预算是最过 还是最多了 过去的话 这不得少于几成 几成 虽然有减低 不过还是一直不敢减少 所以经费不少 但是呢 国防不能碰 在台湾的转型过程当中 国防不碰 基本 基本接近 不是完全 但基本接近 还是很 还是有一些影子 但基本接近 台湾没有所谓的 军人叛变这种阴影 没有 也没有所谓军人 不服从哪一位国家领导人 无论是蓝或绿 这算是基本进步 但是呢 教育不能碰 再来 医疗不能碰 再来 媒体不能碰 教育不能碰 医疗不能碰 媒体不能碰 还有一个最重要不能碰的 宗教不能碰 宗教不能够因为你蓝绿 而 依靠蓝 依靠绿 或蓝来吃你 绿来吃你宗教 或者控制你宗教 不可以 宗教不能碰 教育不能碰 医疗不能碰 军事 国防不能碰 媒体不能碰 这五个东西是不能碰的 也就是它必须在一切政党之外 那谁去碰 人民去碰 也就是人民不能把这五样东西 交给国家 理论上是要这样 但是 不是交给国家 交给政党 交给国家的 只有一样东西不交而已 宗教 所以宗教太特别了 宗教是 连国家都不交出去 就是你 国家是法人 在民主国家 国家是一个 法人 叫公法人 什么叫法人 他是一个有人 人格的人 能够继承 能够操作 能够去兴颂 能够拥有财富 能够像人一样讲话 的这样子的人 是依法建立的一个 虚拟人 就叫法人 那么国家是一个公法人 那么他呢 宗教以外全交出去 交给国家 但是政党 党呢 就没有了 政党叫限缩 政党不能碰宗教 也不碰什么 教育 不碰媒体 不碰媒体 不碰军事 军队 教育 媒体 还有医疗 也不能碰 理论上是这样 也就是说 政党的政治 它有什么政策 怎么样 怎么样 你对医疗 这件事情 你不能搞政策 搞成政策了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可能 因为医疗是一种 大资源的运用 来去很大 而且牵涉人民的 什么呢 基本活下去的权利 肉体活下去的权利 那媒体是牵涉到人民 基本的什么 知的权利 是这样 那再来 教育是牵涉到人民 一个合理的人格 自我教育的功能 这不能碰的 但台湾目前为止 很糟 这个还在碰 那教育也被碰 你比如现在台大的 那个事情 大家一直在讲 台大校长 怎么怎么怎么 都被卡住 然后那个卡住的 就说 都是那个教育部 在卡住 教育部长一气之下说 那我 乌鲨帽 挂起来 我走人总可以吧 不要再说我了 这个有尬死 有胆识 不错 很好 但是仍然堵不了 人家的悠悠之口 为什么 因为认为 你挂乌鲨帽 下面来那个 继续要伸手 长期以来都要伸手的 这个观念 好了 这个观念跟我们的戒律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我读书 我就觉得说 这个 为什么我要 被国家安排 读这种 读这种书呢 就是 到现在没变 好恐怖 我高中的 所谓文化基本教材 居然还是四十五经 你好歹 可不可以加个一经 好不好 加个新经怎么样 或者金刚经的 什么选读 不可以吗 没有 这个不是文化吗 它在汉地 它在华人社会 已经两千年了 金刚经 不到两千年也一千六百多年了 据摩罗斯到现在 也要这么多了 它不是文化吗 奇怪了 谁定义 谁定义高中生 应该读什么 什么种文化 你要知道 当被定义读什么的时候 这个人就被定型了 你知道吗 这个人是我的 我的儿子 我的爹 我的兄弟 我的父母 我的将来的 妻子 先生等等 奇怪了 他是被谁塑造的 怎么可以被政党塑造呢 不可以 他必须被什么 被国家人民 共同意志塑造 所以 教育部是不能被 政党介入才对的 所以在西方 有些国家是 废教育部的 像美国 有些州是没有教育部的 干嘛 教育委员 就人民 组成教育委员 那就是代表人民的意见 那么说 要怎么教小孩 就怎么教小孩 政党 你上来来去去 来来去去 你别碰这块 别碰这块 中国历史要怎么读 那么是 是人民 共同的意见 我儿子也 我儿子怎么可以让你 那个或蓝或绿的 那个史观所影响 是因为是我们人民 自己谈好了 说我儿子应该怎么读书的 不是吗 蛮合理的 人民做主 台湾还没学好 还没准备好 民主才三十年而已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但我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后来 一到大学的时候 我读了老人家的 那个戒律的书 我就说了 这同一种思想 引进来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到说 哇 戒律这件事情 就像 就像刚刚讲 那个教育这个事情一样 它是独立在党派 也就是所谓的 修行各宗各派之外 它没得所好坏 它就是佛建的 那么各宗各派 独立在各宗各派之外 我就像那教育 意思一样 好像啊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精神上面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当年我高中的时候 蛮困惑的 这样子的一个心灵上 不愉悦的感觉 在佛教里找到了出口 干什么 哇 真的耶 佛教里头也有一种戒律 它这个戒律 超越在各个宗派之外 乃至于各个大师之外 菩萨都不能讲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只有佛能说呀 那菩萨度众生各有角度 有点像说 教育啊 教育在各个党派各有角度 有点像这样 那到了戒律这件事情来 对不起 没话说 只有一种 佛说 佛说了算 有点像说 我们说教育 老百姓共同看见解 说了算 但是老百姓要够成熟了 乱成一团的老百姓 整天打架吵架 酸民一堆 建设性的没有 破坏了一大堆 台湾话 一句话而已 新人的没办事的一堆 生蛋的没有 拉死的一堆 就是这样子 那这样就不行 他需要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 这需要努力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有想法了 所以广化和善跟我讲这样子 讲说 你还讲撒咪教育吗 我可不认为 他说了就对 他当然好意 请我 我心里头早就准备 你看我说过 我这样往前说 我那个时候二十六 二十六二 六二七 差不多二八九岁 那个时候 大概二十八九岁 那出家大 出家 已经也 五六七年 五六年了 六七年了 这样 然后六七年快十年了 应该快满十年了 然后呢 应该是满了 然后呢 他就这么讲 那我就 是啊 很好啦 他听得出来 我话中有话 这些都是背景啊 我太清楚这些背景 思想的背景 我很清楚 那三四十年 我都知道我思想怎么变过来 我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老人家讲 讲撒咪教育 这个是 我意思就是说 这当然必要啦 他说 我越说越白了 他说 你认为还在讲什么 他说 尊正师 要讲撒咪教育 但 我们都知道 戒场最重要的 就是让人家得戒 你没有得戒 你讲了撒咪教育 比丘戒 你讲撒咪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什么 没有比丘尼戒 撒咪戒 比丘戒 乃是菩萨戒 你讲了半天 他没得戒啊 你讲了干什么 他说对啊 我就说让他们 好好得戒啊 我说好好得戒 是您老人家的想法 但戒指不知道啊 没有错了 就像那个 你也可以比喻说 众生 医去看病 只要我相信医生就好 医生给药 我吃了 我病就好 你也可以相信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比喻说 那戒指可以不用知道 但在一个关键的事情上面 没办法 这个比喻不成立 你说念佛可以这样讲 念佛道理太深奥了 对不对 你别废话 你就拿你的信心 好好念就对 你 小孩问那些 要做什么 小孩子问那么多干什么 你就好好念 依信心念 念到后来 你智慧开 你自然懂 我现在跟你解释 问到一支笔子都可以 问的可以写文章了 就对了 问到你能够写文章了 也没用 本来什么都不懂 一路问到后来 我能写一篇文章 这样子就对了 问到一支笔子 台湾话是这个 翻成所谓的国语 是这样讲 那个是不对 那你可以不要问 你就念 但戒律 德戒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德戒必须用心诚养 这个宏一大师 在他的 这个 戒律学的著作当中 三十二种戒律学的 著作当中 他提到一件事 其实学过人都知道 这太稀从平常 但是很多人忘记 他说 他说有人 登坛的时候 很专心 干嘛 很专心在念佛 登坛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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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坛 他说傻乎乎的 这样登坛 废了 登坛不是这样子 登坛得戒的时候 要耳听戒师之言音 截魔语 了知这个截魔的意思是什么 用心诚养 然后作惯了 领受大圣戒体 这是戒指跟戒指之间的心灵交流 这个可不是跪在那 你念你的 反正我就 然后就 一拜起立 然后就 起来之后 像谈上实施的问讯 然后就出来 然后恭喜你 得戒 然后就傻乎乎的 像做罐头一样 你不要有想法 不是的 得戒是一种怨心的发生 怨呢 必须要在你清楚明白 怨 发怨 发怨 当然是要发怨的人头脑清楚 你要发什么怨 对不对 还有 再来 谁能够发这个怨 在什么状态底下 发这个怨管用 要发怨 你在路边也可以发怨 现在你坐在那可以发怨 光发怨就能得戒 那干嘛登坛 那为什么要搞了一个登坛呢 为什么还有一个坛的样子呢 连那个坛的样子都还有造坛的那个什么 戒坛图经 还有那个东西 那四天王站在那儿呢 你可以不用知道了 但真正登那个坛又代表什么呢 那个戒是为什么叫三思 为什么又叫七正 为什么叫思又叫正 那要干什么 他的正什么 他证明我的什么 还有啊 是不是有个坛就能得戒啊 不是 要结戒 当然你可以说 你也可以不用知道 你可以不用知道 问题是 这是一个比丘应该知 得戒这件事情的标准条件 也应该要有 对啦 你不知道的这件事情下 也没有说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条件 你不能得戒 但是你知道的话 你会有什么想法 你会知道很慎重 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条件 我有了 我有了条件 你比如说 我们去考试 考完试出来 人家问你说考了什么样 不知道了 我尽量写 分数还没出来 我也搞不清楚 每个人都只能这样讲 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 应该八九不离十啦 我差几分而已 这是你自己的自我感觉 当然你成绩很好 你可以这样估算 但没看到成绩 你终究不知道 所以超之于人 不超之在己 但得戒不同啊 得戒是 在一定的意义上 是超之在己的 你登坛 你做官的时候 经上有说 律上也有讲 那个什么呢 会有一种 好像起鸡皮疙瘩 有一种成养 心有一种 大的翻转的这种 这种强大的 这种内在的感应 就是怨心很强大 你凭什么 你能发那个怨心很强大 当然要周边的条件 也就是 人家告诉你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发 现在这个条件满足 那个条件也满足 这个条件也满足 好了 都满足了 赶快发 稍纵即逝 就登坛的时候呢 三番结膜 一番 这个告白 也就是白事 就一加三 单白三结膜 完成之后啊 正是你发愿的那刹那 最重要的 你条件都满足了 这个时候你看看 你登坛的时候 你看看 会不会很在意 就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叫得戒 要教导你的内容 为了让你得戒 要教导你的内容 告诉你什么条件之下 才叫得戒 那个不是你心里说 发愿就发愿的 要周边的环境帮你配合 还要有你的心 主观的要配合 客观的要配合 主观的要配合 客观的环境 物质跟心灵要配合 包括心灵 客观的心灵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 这个戒师在上面念 三师七正在上面念 这个念节摩文的那位戒师 叫做节摩师 他正在念的时候 教授师去尿尿 得戒和尚呢 年纪大了去咳嗽 去外面咳嗽 抽痰去了 那么呢 其他七正呢 觉得很累啊 反正都是他念而已 那么七正呢 这个人去上厕所 那个人去听个手机电话 上面没几个人这样 你觉得这样会得戒 那是一种证明 那是一种证明 帮我证明的人 散到一边去了 这不在现场了 那你想我怎么得戒 我怎么感觉 那我被证明得戒 早年啊 这个刚开始了 现在应该不敢了啦 就中国大陆那个年纪比较大 人多嘛 党年男众还多 现在男众少了 出嫁也少 那么登坛的时候 那个老和尚说 你们念啊 我上个厕所 正在念节摩文 他去上厕所 那么后来有那戒师 也被聘请到大陆去当戒师 现在不用了啦 过去 戒师 回来的时候 他住普里 普里年纪有点大 他知道我少有研究 他就问我说 这样可不可以 我说不可以啦 戒师不献钱 不要说他是得戒和尚 就是你们这个尊正和尚 都不能离坐的 一离坐就是威仪不一致 那个节摩法就不成了 何况还 一站起来啦 一站起来威仪就不一致了 大家都要坐着 坐着都坐 站的都站 跪的都跪 威仪要一致 何况 站起来都不成立了 何况还离开戒场 去尿尿 不然要尿尿 就大家停下来嘛 大家一起上厕所嘛 你这不是 德戒和尚去尿尿呢 弹次多啊 来不及要赶 再怎么赶 这个不能废 像这样 还有呢 在念女众的时候呢 德戒和尚你 你那和尚你 那个男众的那个长老啊 他说怎么可以念和尚你呢 要念我 念法杖 不能念悟光 悟光和尚你呢 不能念悟光 要念我法杖 我比较大 我比丘耶 他要守霸净法 怎么可以念和尚你 怎么可以念他的和尚你 要念我这个和尚 没有 人家那个意思是说 这个女众跟哪个和尚你学 你和尚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是这个意思的 你怎么会去念成你呢 他女众要跟女众学啊 那当然是念他的和尚你啊 怎么会去念和尚呢 不是不是 我们以前宝华山就不是这样干 以前宝华山不是这样干 惨了 这下子完蛋了 他拿过去的错误传统 来压这个什么 对的结魔法 这都是没有了解德界内容 所以呢 我在事情知识体大 我还没到南卜陀 这些声音我都听过 因为我办神学杂志 这些声音我都听过 说我知道知识体大 牵涉两岸将来专界啊 到底对不对 弄得对不对的问题 然后他就这样问了说 那我就说 那你有什么意见 我就啪啦啪啦 我来跟他讲一堆 刚刚这样的意思 我把金简讲了一下 跟长老报告 当然要金简讲 那我最后就下个结论 我说和尚啊 在讲他们德界 沙咪界以前 就尤其先要讲 德界教育 我给了一个这个名字 叫做德界教育 哇 老婆上一听超高兴 他说就这么办 就是让你讲德界教育 所以这个地球上 汉传 藏传 南传 都没有这个名称 就是在那个时候 1996年 1996年 1996年的时候 开始这个题目被提出 正式地有 那么就一次两次的这个戒场 后来就是 这个 北京法师他受戒的地方 在那个 新田长老 上新夏田长老的 妙法禅士 我如法炮制地去跟新田长老讲 说要有这种课 那么他也这样排 那么后来 只要是海工的戒场 都这样排 那么最后就影响了女众 最后影响了对岸 对岸也部分的戒场 也会这样做 那么这样就传承下去了 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的发明 在律上本来就有这种说法 就有这种说法 就有这种说法 只是没用这个四个字表达 叫德戒教育 这种讲法 是比较很直白的讲法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御习发戒 是有的 御习发戒 御习发戒 是有这个名字的 御习发戒 是有的 有的 那么 这也就 这也就是 这个 我常说 我说其实 汉传佛教在这个时代 其实它对过去 比较过去来讲 戒律是最兴盛的 我们很少说能够 赢过古人的 但这件事情 透过民国初年的 红衣大师 池州老法师的 基本上的推动 然后接着他的弟子的推动 那么台湾又广化律师 刚开始有燦云老和尚 广化律师 再来呢 这个道海律师 来到这 道海律师基本上 是亲近过池州律师 是这样 那么他自己自学 一段很长 一段戒律的时间 来到台湾之后 也讲戒 他说他本来是当法师的 他是讲经的 老人家曾经跟我这样讲 他说本来 好要讲楞严经 是这样 那我说 你老人家怎么没讲 没办法 不知道什么姻缘 哪一次的香港船戒 那个时候香港还没回归 那么是船戒的时候 台湾人过去 他那个时候住香港 那时候什么姻缘 没人讲戒 就推他出来讲 老人家自己的 有研究 的同时呢 他做事情很 很踏实的 那时候他还没50岁 还没50岁 他来台湾才50岁 那个时候还在香港 台湾定居才50岁 他现在还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研究 研究说 一讲之后呢 就觉得很好 就这么一路讲下来之后 来到台湾也讲 那么能随机结膜也讲 就这样子呢 带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风气 很重要的风气 那么大陆呢 也是有另外的因缘 洪一大师的再传弟子 弟子跟再传弟子的因缘 这样传出来 所以呢 这个都是时代上面的进步 那但是这个遇袭发戒呢 其实是有的 可是 后来我们把它讲 德戒教育 意义上更广 因为遇袭发戒 是在戒场当中啊 这仪轨当中的一个名称 也就是说 带一下子 带一下子 这种观念而已 那么这样子呢 就发展出来 那么这个在天台中来讲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天台中讲的 一念 法戒心啊 所谓一念三千 这一念三千 极空极甲极中的 这一念心 这一念心不在内 不在外 不在中间 不在心法上 不在色法上 叫做一念 戒尔这一念 既非心也非色 这色心是不二 一元 你一元也不对 就只能讲说 那是实相 实相没有 几元不几元的啦 元是指的单元 是指的唯一统一的东西 当然也在某个意义上 语言上也能叫做一个统一 它是统一而不同一 的这种观念 那这种观念呢 在戒律来说 也是存在的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戒体 也是这一念心啊 这一念心能够与 菩提心相应 能够带领你最后成佛 也是这一念心 那么这样子得戒 是很重要的 那么再讲到我们 上一堂课啊 提到了说 在这结论当中啊 这个甲三的结论当中 那么我们提到 总说三个四弟 也就是戒律有三名啊 皮奈耶 斯罗 跟这个波罗提木叉 皮奈耶 就是 就是皮尼啦 Vinaya 皮尼 那么这样子呢 他个别的来观察 理解他 刚好是以教行果 教理行果 那个教 那理咧 理在教中 理是由教法显现 他内在的道理 叫做理 或者我们叫教理行果 由教物理 依理起行 依行得果 所以教理行果 这样懂吗 是这样 那么在这里头呢 教理合并 那么一法 行是一法 行是一法 果是一法 比如说教 Vinaya 皮奈耶 翻译做皮尼 它就是一种教 它就是一种教 可以说是 世尊教导的种种内容 那么这叫做皮尼 它就是一种教 来 右边看一下 就是一种教 这里可以放大一点看 那 斯罗 斯罗 行 它就是 本来 比喻的话呢 比尼呢 比喻做它是一种律 律就是国家法律 律 讲到国家法律 国家的法律 国家的法律 不必然等同 我们 特别是佛教的 这戒律的律 但是它用 所以说这叫比喻 律 是这样 你比如说 在一片 所谓的什么 废死刑的这种说法当中 西方一直要求 台湾要废死刑 这就是因为 它以基督教的文明概念 形成它的文化 在它想法 它已经忘了 这是基督文明 所形成的文化 它忘了 那这种文化 我们当然也尊重 在它感觉 有基督文明 还有上帝文明的 伊斯兰呢 理论上 都是有一个 最后真神 但 基督文明 它特别发展 人权之后呢 它又结合 基督教这种思想 它两个合起来 都形成了 既要保护人权 又要顺应上帝 所以台湾的想法是 人怎么可以代替 上帝来 取另外一个人的命呢 要让他生或死 是上帝最终做决定的 那么再从人权的角度说 人权的立场 也要保护他 但是在伊斯兰教里头呢 他的教法当中 没有这么样强调 强调上帝造 造人这是OK 但是也有 陈处之意 这样的意思的 强过了基督教文明的 这个什么呢 这样子的说法 强过去 所以他 以眼还眼的观念 重 因此 死刑仍然是存在的 他们不但有死刑 还有所谓的 荣誉杀人 荣誉杀人 荣誉杀人这件事情 是比印度的所谓阶级杀人 事情还严重 阶级杀人 他背后 还只是一个文化 或者是一个种性认知 基于种性的认知 也就是看不起低种性的女子 或者男子还算 特别是看不起低种性的女子 所以说对于低种性的女子 常常是集体的对他们非礼 非礼了之后 地方的政府 或者乡间 舆论 不会强大的谴责 这种情况就很糟糕 儒家基本不会这样 所以说你看 儒家还是有他的优点的 到了伊斯兰教的文明里头 这不牵涉批评 我说不同 在伊斯兰教里头的某一些族群的认识当中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的 说这叫做基本教义 或激进的教义派 也不一定能这么讲 但是确实有存在这样看法 也世界上发生过 也常常在发生过 比如说女孩子呢 现在新时代了嘛 女孩子有时候就会穿少一点 或者是没有穿少 她就穿得那么样 但是男女瘦瘦不轻的这种样态 可能就没有守得那么严谨 或者是没有那么注意 结果被男子侵犯 真正的侵犯了 甚至于还生了小孩 结果这个家族的人非常愤怒 不是愤怒那个侵犯者而已 愤怒这个女生 说你怎么不会守身劫 自爱啊 守身如玉的这样啊 自尽才对啊 你怎么让他侵犯你呢 整个家族蒙羞 听清楚啊 你这样子是让整个家族蒙羞 就我们家一个女生被人家侵犯 所以我们家整个家族蒙羞 就居然把怪罪在女生身上来 然后怎么办 就可能是哥哥 弟弟 纠纵 在某个姻缘底下 把那个家里的姐姐或妹妹给杀死 然后这样子家庭的 整个家族的屈辱 才消失掉 至于这施暴者 当然也不会得什么好处 是这样 也不会得什么好处 不过他先得这样做 他叫荣誉杀人 这当然在民主国家 乃至于伊斯兰教的主要很多国家 都是法律民文制止的 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 也是民文制止的 宪法制止 印度是直接制止种姓制度 我国废除种姓制度这样子的 印度宪法是这样讲的 但照样照做 不是你一指文字能够改变的 文化太深了 我们台湾的宗教基本法要推动 原因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也是 所以也不能呢 也不可以荣誉杀人呢 但照样这样做 这就是律法 世间的律法 无法超越文化的律法 甚至在某个意义上的宗教律法的现实 是这样 那么这就是情况 你看他还会互相冲撞 比如说台湾一直面临着西方 一定程度压力 所谓的要费死刑 我就说过 我说华人文化里头 没有这个东西啊 他没有一个创造主的观念呢 那怎么办 受害者的贫富怎么办 就是心情的平衡怎么办 西方有一个上帝可以平衡你 你的爸爸被这样谋杀死 那他回归到上帝那里 仰望上帝 上帝有秘义 上帝既然让他来人间 上帝提早收走他 回到天国 那是上帝的意志 至于那个让你的父亲 死掉的那个 那个所谓那个坏人 上帝也自有安排 所以呢 你用你的刀 去代替上帝割断他的命 那命是上帝给的呀 你这样做不一定对 这逾越了你的身份 有这么一个教育 有这么一个宗教的说法是这样 当然不一定全部的宗教师 都是福音这个看法啦 但有些论述是这样 那么这种论述呢 这种论述在华人里基本不存在 不但不存在啊 我前几天我买了两箱书 最近太忙了 那两箱书我大概都翻过 也有些甚至于看过 那么撑到多久呢 撑到那个台北的那个 成品啊 两点要关门前 我才去买下来 一买就六万元 哇 那个小姐啊 那个柜台小姐啊 刷到包到啊 吹酒吧 笑啊 现在就很多人很少这样 这样买书 疯狂买书 你懂吧 那我到现在还没有时间猜 但其中我看到一本 我那些书是收什么书 中国历代以来的历史文化 法律 其中居然给我看到一条啊 冷门到不行的冷门 他说什么 汉代还是 汉代就有了 明清照用哦 注意听啊 注意听啊 我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后来知道 我说完全跟我说的观察 一模一样 你知道有这么一条法律 怎么说你知道吗 他说 家里要是有直戏亲属 上下各一代 比如爸妈 或者儿女 直戏的亲属 被谋杀 而死 而你呢 身为家庭的这个直戏亲属 恋中的上或下的人 如果私下去跟 杀死你这直戏亲属的 贼人 恶人 私下讲和 求和 你也有罪 听懂吗 换句话说 怎么可能就原谅 原谅你的仇人呢 他就是用国家法律 直接制定 不准原谅仇人 杀父之仇 不共在天 完全法律化了 君子有仇 有仇不报 怎么样 下面那句 田冲提 你看连马来西亚 住那么远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叫做非君子 他不是外国人 他住远一点而已 对不对 杀父之仇 怎么样 怎么样 不共在天 对不对 同一个天底下 有他就没我 叫做不共在天 不共在天 不共在天 他看得到太阳 我就看得到太阳 我看得到太阳 他就不准看到太阳 换句话说 他就不准活着 他把他法律化了 而且如果没记错的话 明清绝对还是这条法律 他最原始 听说是汉朝就有这条法律 哇哩哩 整个汉人的文化 是这样倒过来了 你叫他说 今天杀父之仇不报 你今天叫他说 废死刑 我说过 这是文化问题 法律也塑造文化 你要知道 文化塑造法律 法律也塑造文化 这都是相互的 听懂吗 了解了吧 那到底佛教怎么看 佛教当然还是希望费死心 但是必须在文化上面超越 人类必须要 特别是华人文化里头 他必须要有慰藉 你懂吗 这个我爸被杀 我什么人被杀 到底谁来替我伸张正义 司法 好歹要司法 但司法里头 这个这个这个都判 都判不死刑 那我 戏到爆 他心里头没有一个 安抚的功能 你看看 回教徒就很干脆 以眼还眼 以牙凡牙 杀人则死 没二话 干净利落 对不对 那汉人也是这样的文化 现在你要它翻转成为 什么呢 上帝文化不可能 要翻转为慈悲文化 因果文化 就是因果 了之因果 冤家遗解不遗解 他是错 他应该接受王法 但我不需要再报复了 我知道有因果 这不是上帝造 但是是因果自受 当然这个很难 你知道吗 有基督徒好意 就劝那个受害者 说 上帝 会带走你的爸爸 你知道吗 那个受害家属 马上跳出来骂 那杀死你爸好了 让你爸去给上帝带走 不要带走我爸 为什么要带走我爸 当场当庭这样骂 你看 我妈这样挂了 人家有宗教信仰 会这样想 对不对 你去跟那个 你正在悲从中来的家属 你去跟他讲 对华人讲这种话 没有共同基础的呀 华人不是大家都信基督教的呗 是不是 那你说他信佛教倒是比较接近 这个时候你跟他讲说 这有因果 有因果 这个反而很容易接受 你看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 不同的文化 都可以推 所谓的费死刑 可以推 但是必须 必须要让人民 有一口气可以出 华人里头没这口气 所以一直以来 就是以牙还牙的法律跟文化 你现在要把它翻转 你等一下给他一个出口 不然那怎么办 整个社会不安 再来有些论词 实在说不过去 说什么 法律不是拿来 预防用的 恐吓用的 有了死刑 不能证明将来 杀人犯罪就比较少 这个简直就是瞎掰 任何法律都是报复行为 哪一条法律是非报复的 你开车 开车超速 结果你怎么样 被报复了 被谁报复了 被交通警察报复了 怎么报复 你的那个什么 口袋里少了钱了 对不对 哪来不成叫你去 哎呀 师傅啊 开车慢一点 危险哦 好上路吧 是这样吗 换来教育才不是的 换来的是报复 你的钱不见了 这就是一种报复嘛 把你坏的抓去 当然不够话说回来 现在的想法是说 教育 应该更正实的 更正常的方式是教育 就是说我们国家 应该是教育人民 而不是报复人民 但是 你要说 人民得准备到 那种内涵才可以 它是可教化不可教化 这件事情 在华人的社会里头 还不能够完全地接受 他讲的是教化 他说你不能行杀 是因为 他要用教化的方式 你把他杀了 不一定有好处 这整个社会 不一定得好处 他想法是这样 所以在欧洲 有很多监狱 好过五星级 还要出来 抓进去之后 还可以出来 做运动 搞体检 吃饭的时候 完全按照 营养师配给 反而出来 生活不安定 在里头 生活得非常好 还有营养师 帮忙配饭菜 欧洲已经 发展成这样 当然这很人道 没有错 确实是很人道 人民也要有 一定的水准 来面对这样 不然你教化不来 短时间间 教化不来 大家都知道了 到了什么样子的 绿岛或哪里 那个是黑道 留学的地方 出来之后 更大 更大尾 教化不成 反而让它 更加的严重 对不对 所以 这预政概念 就要有正确了 那么我们的师傅 常常到监狱以后 就红发 这是一种教育 台湾真的有在做 但是呢 我说过 我也赞成 可是文化当中 要真正翻转 还要靠我们的 宗教教育 那么这个呢 就是所谓 律的概念 下面就 律就是国家法律 跟世尊的法律 它是这种比喻而已 它基本上是一个比喻 那么到了 它就是一种教法 也带着礼 那么行是什么 叫礼行 行是什么 行就是实践 那么的 施罗就是一种警测 警测 戒慎恐惧 就是一种戒 翻译成戒 它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身心的状态 戒慎 恐惧 戒 知罗的概念 那么到了 突破的题目差 就是果了 时间到了 就是果了 果呢 是什么呢 波罗题目差 就别别解脱 正顺解脱 两种解脱 单一单一的解脱 守一条戒 我上一堂课讲了 守一条戒 解脱一条戒 叫做别别解脱 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正顺解脱 这种说 怎么样 正顺什么意思 正 正就是向于绝的意思 正向绝的意思 绝悟好多种 是不是这样子 有人做小偷被抓 他绝悟了 他说 下次手法要更漂亮一点 才对 我才不会被抓 他也算绝悟 这种邪诀 他不是正诀 是吧 所以叫正 正是一种正向指向 那么顺是什么呢 顺于什么 顺于正向的顺于解脱 是指成佛 是指正果 懂吗 所以它有两个 别别解脱 跟正顺解脱的意思 这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了解 我们下一堂课 会对这两个意思 在做说明 好 向下文长 赋予来日 我们回向 众生无边许愿度 烦恼无尽许愿段 法门无量许愿学 佛道无上许愿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自归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胜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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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